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Miu Chang的美國三文士人像 涉應工作坊的其中三位學員 我叫Stephy 我是John 我叫Nicole John啊 不如分享一下 你這次參加完這個工作坊後 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我想我看了Miu Sir 在YouTube的教學也有幾年了 其中我最欣賞的就是 他在不同地方舉辦的工作坊 曾經我有衝動想回到香港 參與他的工作坊 但是因為近幾年 疫情的關係 所以將計劃擱淺了 一個月前我聽到Miu Sir 將會來三環市舉行工作坊 在5月1號和5月2號 我馬上彈氣 當然馬上聯絡那個搞手和報名 但是報完名之後 我又擔心又開心 開心就是因為 因為終於可以得到Miu Sir 親身的指導 但是擔心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的人像攝影打燈 還有FullShop後期製作 那些知識就是很膚淺 我擔心真的跟不上 但是當我上去第一課 那時候呢 我知道我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Miu Sir的教學方法呢 是由淺至深 就清晰勢力 之餘呢 還維持很高的趣味性 最緊要是Miu Sir毫無保留地 分享他的實戰經驗和心得 還有我最深刻印象呢 就是他分享對學習的態度 非常之有啟發性 對我來說 對人像攝影呢 就得到很大的鼓勵 他在室內和戶外打燈的示範呢 也都很真確地 印證了他 Less is more 還有 要眼看 要用心感受 不要死記 那種思維 最後我想多謝Miu Sir 對我們的食心教導 也同時希望Miu Sir 可以每年都回來這裡 開工作坊一次 就不要忘記了我們這班 在海網的孤兒仔粉絲 多謝 我在這兩天工作坊 就學了很多 基本的基礎 還有概念 還有一些like的modifier 它的作用和產生不同的效果 而我自己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Miu Sir在戶外 和無故而示範的demo裡面 在過程裡面 解釋有不同的光線和光源 所產生的不同的可能性 以及燈擺位的不同角度 所創造出來的不同的效果 在這方面 我自己最深刻的感受 我好像在過程裡 和Miu Sir一起去創造 令到我可以產生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思維 我覺得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些思維和想法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產生到 是需要不停刻意去練習 和針對性的練習 這一方面 Miu Sir在整個工作坊裡 是不停去強調的 如果你不去練習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 真的做不做到呢 你竟然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你更加不可以 講到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這一方面 是在這兩天的workshop裡 我最深刻的感受 最後我也是感謝Miu Sir在這個工作坊裡 是無私的教導和奉獻 我希望在將來的日子 我仍然都可以有機會 繼續參加不同的教導和訓練 在workshop那兩天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例如Miu Sir教我們 經常都記死記很多相機 例如裡面任何的東西 他就教我們是憑眼去看感覺 怎樣可以inspire我們 怎樣可以把不同的掃光工具 可以營造出來 做一個我們想要的效果 Miu Sir叫我們 Trial and Error 因為我們想試過失敗之後 我們下次會記得是怎樣去再做 我們之後就會怎樣去修正 還有在那個workshop裡 我們都很用心機去教我們 學了很多東西 還有我們有時是超時 Miu Sir也很樂意為我們解答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因為我們每個都是不同的程度 Miu Sir是即場告訴我們 怎樣去correct我們 除了技巧之外 他就會教我們 所有都是憑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思維 我們是想怎樣去營造出來 我們想要的感覺 到最後 我們多謝Miu Sir 從香港遠道而來 來到三藩市 和我們一起度過這兩天 希望我們將來 繼續可以在三藩市 再去開廣東話的workshop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幾個星期之前 就參加了Miu Sir 在美國三藩市舉辦的 是inspirationworkshop 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還有想再次多謝Miu Sir 真的辛苦你了 Miu Sir在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時候 在美國舉辦了兩場workshop 一場就是Danvers 而另一場就是三藩市 我參加的一場就是三藩市 因為比較近我居住的地方 我是非常之開心可以親身見到Miu Sir 而且可以親眼看到她怎樣去用燈光 去從事她的攝影創作 其實我在網上已經follow了Miu Sir 好幾年的時間 一開始會被她的影片 被她的content吸引到 首先她的照片真的很漂亮 我想大家都看到 真的好像藝術品一場 我想知道她怎樣去拍出來 另一方面 是她在YouTube 在網上少數的攝影師 是會用一個藝術的角度 去看待攝影創作這件事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我拍照大概都拍了十年的時間 一開始拍的題材都是風景 山水 生態 甚至旅行 街拍這些題材 機緣巧合之下 接觸到人像攝影 很自然 因為我之前拍的題材 拍人像的時候都很自然 就用自然光去拍 對嗎 我覺得用自然光去拍的照片都很漂亮 但是呢 somehow是會限制了 我越拍越多的時候 我發覺某程度上 就限制了我拍出來作品的結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用自然光去拍照 自然光基本上就是太陽光和環境 環境光都是太陽光反射出來的光源 即是說我拍照是很受天氣 當日陽光的狀態和狀況 和時間去影響的 那我發覺 某程度上就限制了我拍照 我的作品出來的結果 因為無論我怎樣去選 譬如我選擇時間 選擇地點 我還是要看著這個 當日的天氣 而去拍照 深刻是限制了時間 限制了我拍照的結果 那我就發覺 其實是要學閃光燈的 那Mill Sir呢 拍照呢 他是講很多這個閃光源的重要性 還有他用了很多這個閃光燈去創造 他所需要的光源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想 我去這個閃光燈的時候 我們想親眼親身去體驗一下 究竟他的光源是怎樣去佈置 他的思維是怎樣 他擺這個燈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到底他是在想什麼 那這一樣東西 也是我在這個閃光燈裡面 學到的東西 而我都學到很多其他 譬如光 他從這個很科學的角度 去講光是什麼 是怎樣去運作的一件事 那也都他講了很多一些 很多技術的東西 譬如他相機的設定 他會用什麼 ISO 會用什麼快門 會用什麼光圈等等 那我覺得 在這個workshop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特別是可以親身去發問 去問他問題 他都會很樂意 全將所有他懂得的東西 都會去教你 但我覺得最重要 除了這些technical的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是 看到他對攝影的熱誠 當你去看他現場 看他拍照的時候 你會發覺 哇 你真的會感覺到 他對攝影是一股熱誠 當他拿起相機的時候 他是很望我地去拍照 他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是更加感染到我 我真的 我自己拍照這麼多年 都很難想像 我可以一直去保持熱誠 不停不停去創作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難得 而這件事也是一個 需要學習的地方 那這個workshop裡面 另外一樣啟發到我的東西 就是 photoshop是要好好去學 那我本身拍照 都有用lightroom 用photoshop去執照 做一些color grading tone curve 其他adjustment 以及修正一些相片的下次等等 那Miu Sir呢 就在他的workshop裡面 就示範了怎樣去用 photoshop的工具 令到這個相片更加完美 還有怎樣去用photoshop 去將你的想法 變成一個實在的藝術作品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重要 特別在現今這個環境 因為拍照已經變成一個很簡單不過的事 你要怎樣將你的作品 去變成一個 跟其他人遇重不同的作品 那燈光是其一 我覺得其次其二 就是photoshop 因為它是可以令到你的作品 變成一個藝術創作 是啟發到你更加多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photoshop是必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 甚至我自己一開始拍照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照片不應該編的 那我覺得不必要這樣想 因為 照片不單是一個 一個紀錄的東西 不是一個技術的事物 而是一個 如果你把照片當成一個藝術創作 去想 photoshop絕對是一個工具 去實現這件事 就好像畫畫一樣 你都需要有畫紙 有畫筆 你才可以創作到這個畫作出來 那photoshop其實就是 就像這個工具一樣 好像畫筆一樣 將你的想法 變成一個 實實就在的藝術品 那我覺得photoshop 是必要學的 那總括來說 這個amuser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我都非常之多謝muser 抽時間來美國 為我們去講解 去教我們 去分享這些攝影的想法 那我希望 未來muser 會再回來美國 那當然如果我回到香港 我都會上來的堂 好多謝muser 非常之多謝